大家好 欢迎收看挑战面对面 暢网信台湾 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就是五权分立 那么其中这个司法院的执掌是什么 跟我们一般老百姓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像民众都是一知半解的 但是事实上这个司法院它的执掌才是攸关你我最大权益的一个保障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挑战面对面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司法院的院长赖英赵赖院长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院长你好 郑主播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看到院长就觉得觉得非常的严肃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要面对司法各种的议题的话 他会让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 对不对 但事实上院长 这个跟司法相关的各项的议题 其实是保障我们人民最重要的一些关卡 所以我想首先请教一下这个院长 就是说民众一方面觉得司法很重要 对不对 因为它要攸关了整个的执法的品质 审案的速率等等的 但是另一方面就觉得说我这是个大衙门 妄自却步 所以首先可不可以请院长谈一下 就是说那司法院的一些执掌以及跟一般民众最直接的关系是什么 譬如说有个人家里遭到小偷 那可能他第一个像检察局报案 那得拆拆 那得拆拆 然后检察局的话呢 如果收集了证据之后 发现说他确实这个人 这个确实有小偷偷东西的嫌疑 对 他会送给检察官 检察官继续去办案 检察官做一个最后这个调查 对 调查之后确认说他确实有这个偷东西的嫌疑的话 就送给法官 那法官呢 那么来做个审判 最后到底决定他是不是真的偷了东西 对 如果没有偷东西 判无罪 有偷东西 那么该是判五年以下 有清楚 等等 那这个三个环节里边呢 第一个到现场去收证的检察呢 归内政部 警察的内政部 归内政部 对不对 然后呢 检察官呢 是归法务部 法务部 他是属于行政院的系统 是 然后最后法官来做审判的话 审判 就是归司法院 这个院长这个故事呢 就比喻得很好了 就事实上还分着不同的 这个层级 对不对 那我们一般民众可能说 那可能只要跟法律有关 那通通都是归这个司法院 司法院当然就是 主要是归做审判的工作 那刚刚讲的刑事案件 那民事案件 譬如说你在台北市租房子 跟房东发生纠纷了 这个房租应该是多少钱 该不该缴 譬如说今天呢 有一个小孩子 在旁边这个练习打棒球 想要学 学着网建民 绷一下玻璃窗打破了 打破了 到底这个窗子破了 是应该是房东修 还是房客修 假定说要有很多的纠纷 对 那这个就是民事诉讼 刚才讲小拓那个刑事诉讼 那民事诉讼的话 那就没有检察官的部分了 就直接就是这个当事人 譬如说房东 房客 直接到法院来了 到法院来了 对 那么这个法院来做这个审判 到底是谁对谁错 谁应该赔偿 等等 那么这个也是司法院的工作 对 另外呢 譬如说现在 有人给银行借钱 那借钱应该还嘛 欠债还钱 是 他没有还 也没有缴利息 也没有还本金 那银行怎么办呢 怎么办 就是跟他逃 所以逃 当然第一个先去告 就是也是刚才讲 民事诉讼 对 这个就是归法官来判 是 判了之后 告赢了 确定了判决之后 那要他去查封 要去拍卖 这一个债务人的房子 那么这个呢 是法院里头 另外一个部门 叫做民事执行处 就是一般所说的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这个也是归法院 归司法院 归司法院 所以简单讲 他有这个刑事的案件 审判的部门 民事案件 审判的部门 还有像这个强制执行 要去查封 拍卖房子的 这个都是归司法院的 这个管辖 OK 在过去的经验里面 你有没有去 就是有没有什么 任何的官司 需要去这个 上法院或什么之类的 倒没有 不过当公务员 常常爱告 爱告 当公务员常常爱告 比如说我第一个公子 毕业这个第一个公子 对 就是财政部官政司的司长 管关税 管关税的 那管关税 你知道有人 比如说进口这个东西进来 比如进口这个家具进来 那照规定他要缴关税 那假定他没有缴 那这个欠税 欠到一定的金额的时候 要发一个限制出境的统治 换句话说这个人 他税没有缴清楚 他不能够出国去 对 没有错 我们有一些名人 不是因为欠税大户吗 也被限制出境 而且名人之外 很多一般的老百姓 因为他没有什么新闻信 大概 不过那个人数有时候蛮多的 那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做官政司的司长 我要签这个公文 那某人签了多少关税 然后不能他出境 我就签公文 给这个出境的管理局去 然后有人呢 他不服气就告我 说告我 告我妨害自由 这样 OK 所以当公务员 其实是风险蛮高的 那不会就是说 不会就是我把这个事情讲完 就是说像这种案子到法院那边去了 他也不会说动不动就传你去 因为他一看就知道 这个东西很清楚 文字上很判断很清楚 你是进口的东西 应该讲多少关税 你是没有交 那依照什么法律的规定 你就应该限制出境 那么这个人担任这个职务 他照那个公文程序来办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不会喘的 真的耶 院长这样提 我也想到我自己有个例子 我也曾经被告 我吓了一跳 就后来呢 我们公司的这个法务 当然有帮我处理 原来有一个这个司机大哥 居然说我坐建设不给钱 结果这完全就没有这回事 对 那个法官也是一样 他就是 他自己去判断说 根本这个情节是属于虚构 然后我就请了我们公司法 我帮我出面处理 所以有的时候 当然我们生活当中 其实难免都会出现一些 令我们很奇怪的事情 那我们要让他水落石出 能够获得真相 其实我们就仰赖一个 非常公正的 我们的司法啦 检调系统啦 甚至到法院里面 去做一个正确的判决 两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再说一下 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 司法院的跟人民的关系 这个第一个就是解释权 这个就是大法官的解释 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解释 释宪案 释宪案 那释宪案大家觉得很遥远 这跟我没有关系 对啊 我觉得好重大的议题 才会去释宪 对啊 但是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的宪法 跟人民的关系 越来越明确 对 我也举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给大家说 就实际上解释的事情 对 有一个人 晚上大概九点多钟 在士林 重阳桥那一带 他吃完饭要回家 一个人在路上走路 结果那个时候 正好有警察 在执行领检 孙主播你大概知道 我们台湾过去 有很多这种领检 对很多 那看到这个人 在街上走 他就叫他说 你把身份证拿来我看看 那这一位先生呢 他说走路不用带身份证 OK 那警察 当然看他这个样子 就好像 怎么我要你拿身份证 你既然用这种态度来说 那是个真的警察 真的警察 真的警察 然后他就大概伸手去摸 这个口袋 看看他是不是 里边有证件 故意不拿出来 结果这个人呢 就回来三十斤 意思说你怎么可以 把手伸到我这边来 这个盘查 那结果这个人被警察 带到警察局去 做完笔录说他妨害公务 说他这个在这个公务员 依法执行职务的时候呢 辱骂警察 对 结果后来被判了二十天的拘役 拘役就是要关二十天了 这个路人被判了二十天的拘役 二十天的拘役 因为他辱骂警察 辱骂警察 那这个人后来这个官司呢 就一路上打输了 最后就打到司法院的 大法官会议这边来了 要求解释宪法 这么一个路边的林检 最后打打打打 是是 打到这个大法官这边来 要求解释宪法 对 说这个检察 他这样的林检 到底有没有违反宪法 是 宪法保障人身自由 对 也保障隐私权 对 他说我在路上走 我没有做什么坏事 对 然后呢 你就可以任意的来给我检查 而且平常我们一般人 事实上是不会随时 带身份证在身上 你早上到大岸公园看看 到中正公园看看 这种天气还穿了 比较多的衣服 还有机会带 你如果夏天 一个背心一个短部 就在那慢跑 你要带这个证件 也不太容易带 那么 然后他就主张说 他这个林检是违宪 那当然了 我们知道林检 是为了社会治安 他有正常的目的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检察也非常辛苦 他也不是说 想要去为难人家 等等 他确实是非常辛苦 在执行职务 那这个官司后来到 宪法法院 就到我们的大法官会议 这边来了 我们所考量就是说 你林检 他是有维护治安的 重要的目的 是应该的 检察应该这个权利 但是人民的人身自由 人民的隐私权 也是我们宪法要保障的权利 没错 然后这个中间的话 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 所以大法官后来解释说 林检是可以的 但是呢 要有条件 不能够不分场所 不分情况 不分对象 那我就是举这个简单例子来讲 其实大家不要认为说 大法官的解释 是跟你很遥远的 对 其实不然 不然 像刚才那个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 都有关系 那我现在讲 比如说 比如说早期的时候 就说您一定也做过学生 宪主播 当然 那你在学校里面 我们做了很多年的 你在学校里面看到 如果学生说这个做了坏事 被学校这个开除 或者是什么 这个退学 以前的情况的话呢 开除就开除 退学就开学 后来大法官解释了 说这个人民的诉讼权的话 基本上也应该给这个学生 所以你如果说遭到这个退学 然后开除处分 你可以打官司 一路上可以打到这个行政法院去 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第一段的时候 我们听到了这个司法院的院长 赖院长 跟我们用几个非常生活化的故事 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对于如何维护我们自身的这个安全 保障 人权 其实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透过一些案例 来做一些补足 那我们也知道说守护宪法跟保障这个人权 就是司法的一个重要的内涵 但是在保障这个人权当中 这其中会不会有矛盾呢 针对最近的发生的一些争议 那么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来请教蓝院长